內地民眾各出奇謀悼念六四 深圳衛視節目正午30分 近日都清楚見到有人穿著一件六四要平反字眼的T恤 事件即時觸動中共神經 盛傳深圳衛視多名管理層被停職調查 我們打電話去求證,但對方說不知詳情 《南方都市報》星期二更加刊登過有人擋坦克的漫畫 今次再有傳媒突破禁忌 消息說中宣部已下令全國傳媒加強審查 但這也阻止不到民間的悼念六四活動 福建街頭就出現多幅平反六四的標語 天安門母親發起人丁子林 昨晚在大批公安監視下到北京牧西地制度亡疑 而在香港,多位市民到中聯辦外悼念六四 包括曾經參與八九學運的美籍律師李俊俊 以及當年在北京見證屠城的前記者蔡淑芳 警方就如臨大敵在中聯辦外 部署8部警車和50個警員 對付這幾個來和平悼念的市民 呂長母雷玉年更加目擊 警隊高層入中聯辦秘密談了15分鐘 住在中聯辦大樓斜對面的兩個港大畢業生 就在窗外掛出平反六四橫額 以實際行動告訴警官港人無據打壓 發揮好的 谢谢观看